其实我也是要送给两位嘉宾的 因为上帝也把他当成宝贝 因为整个MV拍摄的非常的棒 而且是一个真实故事哦 是 大家好看吧 等一下我们会请他上来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 是的 一定要好好地看 这是盈盈作词 作曲是Matthew Crick 主唱是郭光正 讲述他自己的生活故事 布导翁 好有感觉的首歌哦 是我们的好朋友Eric 还有他太太一起唱作的 当我迷失感到失落 只是孤独寂寞 反复无话可说 我不懂到底因为什么 怠慢意思什么 路途怎么如此坎坷 无乱间遥远的你相熟 我划破黑暗 流露一丝温暖 生命开始有了希望 拥有你相伤 拥有你相伴 风雨中霸过我的避风灯 雨孤中出现的一座灯塔 照亮我的前方 照亮我的前方不再迷惘 成为我坚强的力量 满静的让我把心情沉淀 每一次转身你就在身边 相信对我的爱 从不改变 依离在我心中 必须光芒 多困难 多安然无恙 拥有你相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得下过什么 没能懂我需要珍惜 你却敞开了我的心房 成为着主张 不再那么荒凉 你眼中放弃 我拥有你相伴 雨孤中霸过我的避风灯 每一步中出现的一座灯塔 照亮我的前方不再迷惘 成为我坚强的力量 满静的让我把心情沉淀 每一次转身你就在身边 相信对我的爱 从不改变 你将过心中 你时光芒 多困难 多安然无恙 没有你相伴 你回到当初的传言 也看心中火焰 爱你却敬 爱你却敬 不是一直在爱你一遍 你却敬 雨孤中霸过我的避风灯 你屠中出现的一座灯塔 照亮我的前方 我在你避忘 是对我坚强的力量 安静的让我心情沉淀 每一次转身你就在你身边 但我将心为我的爱 从不改变 你比在我心中 你时光芒 有你我却会坚强 你运气 我小小奇 我给你分案 你生意 你平常 你平常 我没想到 你平常 你平常 就像我 有你一位 我 有你 我们 你很生意 你这一位 我 我 还 我 你很生意 你这么生意 你 你有 好听对不对 妙妙我看到你写很好听 丽真也说这首歌非常美 你看后面我们的景色 放烟花的星星 你看多美的天空 我们真的也希望现在呢 大家心情也是美的 但是不容易 我知道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有太多的压力 但是呢刚才那首歌真的 它的写照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它上来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它可爱的照片 来 IT导播 你看它多可爱小的时候 现在有多帅呢 来 掌声欢迎Matthew Matthew 郭庄胜 欢迎 欢迎 Matthew 你好你好 我想真的 我要说心里话 每一次听你的歌的时候 都有一种感动 I don't know why 就是觉得 那个感觉是很真实 刚才我们从那个画面也看到说 你小时候 是跟一般的小孩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不小之后呢 我的母亲 怀了我之前呢 那在医院的时候 他有发生了一个意外 那他的血压就降低很低 当时我们俩差点没病了 当时我的父亲发觉到情况不妥 我就通知了医生们 可是当时呢 他的血压降低的时候 可能是影响了我的脑袋 和发展 那我出事的时候 表面上是没事了 可是长大后 他们教我做普通的东西 简单的东西 他们就发觉我比别人更缓慢 也是比较愚蠢 所以他们觉得 可能是我比较慢而已 可是当时我们不发觉到 有什么学习障碍 因为我们不了解 学习障碍这个情况 只是觉得我比较慢而已 所以上学的时候 或是跟别人沟通的话 也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老师也不觉察到 那你该说到 我先看这张照片 我想问一下 我刚才拿到的这张照片 是你的家人吗 还是老师 还是谁呢 这是我的家人 中间是我的母亲 然后我父亲是在右边 他和我小时候 觉得一模一样 可是我长大过后 就有一些分别 那我母亲后面 就是我的妹妹 在我背后 就是我的太太 粉红色那位 也是你的太太 左边妹妹是他的丈夫 Douglas OK 他是个美国人 是 看你全家是很开心的 其实在你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你家人很重要 给你的支持 非常重要 当时呢 在成长的时候呢 人家的本领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你成绩好的话 你能干的话 人家会看得起你 当然 当时我有很多问题 人学习或是沟通 或跟别人的关系 全部都有问题 所以当然我没那么多朋友 那老师们也是觉得 我是比较奇怪啊 我问的问题也是 非常简单的问题 有时他们觉得 我是在作弄他们 或是装帅 所以当时的感受 真的是不容易表达 每次我想起以前的事 有时会做噩梦 这是不容易解脱的负担 所以这个障碍呢 其实影响你在小学的学习 那我也知道是 等一下好 我也知道说你当兵的时候呢 也同样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没人知道你的障碍 而影响到你当兵的时候 很多人也误会你 或者欺负你 对不对 那你要问什么呢 让青 我要问的是 在小的时候 你的那个障碍是什么 就是在哪一些举动上 是看到你有这样的 一些障碍的 我尽量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是小时候呢 我是觉得数学呢 科学或是用基本的动作 有一些问题 有如此绑携带的 很多孩子都会学得很快 可是我学了几个月过 我还是学不成 还是需要重复 因为我很容易忘记 或是跑步啊 做简单的动作 我好像是小丑这样啊 看得很 像你身兵这样啊 那计算呢 如果我买食物的话 想钱的话 很容易欺骗我们 如果人家给我的 错了想钱 我也不会知道 因为我的数学 是这么差 我也是看不出人家的表情和心情 需要一段时间才了解 一个人的心情 是不是生气了 高兴啊 所以有时候会说错话 会人家忽悔 我也不会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所以人家生气了过的时候 我就不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生气 现在当学习障碍了 我才发觉到 我所经历的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很多孩子们 也是有这种问题 可是 当时我是觉得 我一个人 只有这种复杂 因为我看的 全部都是普通的人嘛 我没有看到 像我一样的人 那我实际上爱 不是小时候 被医生诊断的 是当病的时候 我发觉 即使我很用功 我运动很多 我体育很好 可是 做马军啊 或是用枪啊 全部都做不到 那你做不到的话 不是你一个人啊 是你年龄 整个普通的人 是 那整个普通会讨厌你 你说 哇这个人啊 真的是 哇 很烦耶 就是害群之马 是吗 所以 我当时觉得很内疚啦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很用功 我连MC都没拿到啊 所以我一直在拼命啊 他们说 我一直穷过去 可是 还是 不能得到 他们的水准 直到 我去看了 私人医生 他们就发觉到 哎 我有这种情况 那我给 当病的 服病的病室 这个医生 检查 他们起初也觉得 我是在装算 再偷懒 过了三四次的考验过后 才发觉到 他们做过 真的 你真有这种障碍 那第一个障碍呢 就是动作的障碍 英文叫 Dysplexia 就是说 很简单的 coordination 这些技巧呢 我和 有很大的问题 是 连 驾车或是走路 很容易迷路的 那另外一种障碍呢 就是计算障碍 就是 计算障碍 那 那个是我刚才说的数学啦 早上前啦 这些东西全部都有问题 那第三个呢 是 autism 它的英文就叫 Axpergus Axpergus 是 autism的 部分 的 condition 就是说明 你可能 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和你的脑海里 有自己的世界 可是你不能 了解 人家的表情 和感情 嗯 哇这样的话 所以你可能会 会误会你啦 是的 这样Matthew 就是跟人相处方面 一定会造成 很大的误会 包括刚才 杨光问的 就是在 当兵的时候的情况 是Matthew 我们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从你分享 我们才知道原来你 真的不容易 从你童年的成长 但是呢 我很高兴 来我们IT导播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却能够现在 当上老师哦 那还有很多学生 都是他 在他的教导下 哇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一个转变呢 Matthew 嗯 我觉得这些就是奇迹 不是 是我觉得不可能的 真的 呀 因为 从小时候我考试 其实每次都不及格 我是蛮江红啊 嗯 所以我六年级的时候 PSRE是很重要的考试嘛 我觉得我应该可能不及格啦 可是奇迹我拿了四颗A star 哇 老师和学生们也觉得 啊 这个愚蠢没可能都不及格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是偷看的吗 我我是很用功 可是我知道我多么用格是拿不到这种成绩的 哎 好看 所以当时 所以他说是奇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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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这个奇迹怎么发生的 我相信很多人像这个 所以呢 呃 我很坦白说啦 不是我的力量啦 是因为我的家庭 尤其是我父母亲是基督教 所以他们从小时候一直提醒我 最重要的是人的心和人家的品格 当时候我 我不了解 我也不稀罕他们说这样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有好的评论的话 我的生活会改变吗 我会有很多朋友吗 我的成绩会难道很好吗 我是觉得他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废话 不是真实的 直到我经历了很多困难过后 我才发觉他们所说的是完全正确 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在学习 因为有不同的不断的学习的阶段 那啊我我我的父母亲呢 也是不像其他的新加坡家长一样 他们很注重的是我尽量呃 用工啊 那我的品位是诚恳 呃他们他们叫我光正嘛 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会光明正大 哇 啊不是因为我很能干 我是聪明 是 可是上帝所给我的 我就尽量用来帮别人 很诚恳的心来做最好的 那他们是希望我是做这样的人 OK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 他们所想的太理想了 OK 所以我才了解他们的心理 所以Matthew你要说的 就是刚才你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上帝帮了你 所以你才有这个能力 做老师去帮那些学生 因为你自己精力太丰富了 所以你觉得 如果有这个能力 上帝许可的话 你是愿意去做这件事 对吗 因为当时从小学到中学 我遇到一些老师 当时我很尴尬地说 我很讨厌老师 因为老师也是取笑我 我在科学或是在数学课时 问问题的时候 老师也会取笑我 所以当时我下学期 我不会当老师的 我最讨厌的人是老师 可是欧水整理事 我也是还不及格 是又有一个奇迹 我就拿了好的成绩 很多人家不相信 连我的老师也不相信 那我到了高中过后呢 我遇到了两位很好的老师 虽然我还是不及格 我还是很缓慢 可是他们珍惜 我是尽量的用功 他们是觉得我个人的 moral effort 就是说我的品格是最重要的 虽然他们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偏见 可是他们这样对待我是比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 所以改变我对老师的看法 那我下学性如果我能积个A水准呢 可能我要考虑一下当老师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将来 OK所以你也尝试了 但是后来呢我知道你不只是当老师 那你在音乐方面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成就 你可不可以轻唱 如果现在要你轻唱 因为我记得以前你来我们一人之家的时候分享的时候 哇你现场一唱的时候 哇我真的被你的声音震撼到 所以我想说你可以不可以 如果现在要你轻唱一两句 你会想唱什么 让我们观众听听你的声音 without any music 因为这是Zoom 我是尽量来 因为轻唱那个quality可能不太好 可是我轻唱之前 我可能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喜欢上声乐和音乐这个方面 因为当时候我小时候 我母亲鼓励我们学钢琴 当时是因为我的动作 学习障碍 我学钢琴也是很 不容易 很困扭和不容易 所以每次都犯错 所以每次练习的时候 非常生气 非常 每次发脾气 所以我跟我的母亲说 我不想学习了 那当时我的妹妹也是在学钢琴 她跟我是相反的 很能干 很聪明 可是她是很好的妹妹 很支持她的哥哥 所以有时候她觉得 有时候很尴尬 为什么她这么好 那哥哥一直在争达着 她觉得也是 心里也不好 所以我看我的妹妹 一直在坚持学钢琴 那我不愿意这么容易放弃 太棒了你 所以当时我最后坚持到底是因为 这是不好的原因 可是学好钢琴过后 最终还是 及格了 第八级考试 那我去参加和传统过后 我才发觉 我以前所学的钢琴 全部都是很有用处的 嗯 可是当时如果我放弃的话 只是跟着我所喜欢 所要做的 那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学习了 哇 所以从小就过我进学 就很道理了 他们说不能逼孩子们学这东西 是真的 我们不应该逼人家 可是有些时候 好的东西是必须要修炼 必须要学得怎样坚持 才会有这种character会发展 哇 Matthew 你说得很好 Matthew 我觉得我们身边任何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东西 正好要放弃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Matthew 我觉得你正在看的话 就是要告诉你 不要放弃 要坚持到底 但是Matthew 刚才说了一件事 我们身边的人很重要 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这些人 觉得我们很烦 或者是觉得很慢 粮食亦友 或者是觉得 单估了我们 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态度 应该学Matthew的妹妹这样 是带着包容 而且是接纳 而且是觉得 我为什么可以 她不可以呢 我怎么帮她 Matthew就是有像那个好妹妹 所以她就觉得 她得到一个鼓励 所以Matthew 这个鼓励造成你今天 有一把非常 刚才妙妙写的是 一个什么声音 我来看一下 一个有故事的声音 是什么 妙妙写你 所以你好不好 有故事的声音 你可不可以 有故事 呀 来 请唱一下 等一下 我想一下哪一首歌曲 比较适合 或唱英文呢 可以吗 可以 唱几句 谢谢 我尽量 这首歌是从一个歌曲 《Late Miserable》 英文的 代表是 《Bring Him Home》 我不知道华文 那个翻译是什么 可是这首歌曲是说明 一个父亲 为他的女儿 祈祷给上帝 来拯救一个人 来保护他的生命 所以我唱一段了 好的 好的 我需要宫听 好 谢谢 《Bring Him Ho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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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同的老师也是做自己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是好像学武功这样的 有不同的能派是吗 少女然后武当 他们说写魔外道的 所以我是学了之后 我也是会有时候会走火路 我会觉得这个对这个不错 就需要很多时间多研究 多查一下哪一个是比较对 比较适合你的 比较有利益的 所以学了过后 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帮别人 克服这个困难的话 那当老师 不管是音乐呢 或是教历史或是英文 如果我能把复杂的题目呢 做得比较简单 让人家了解和体谅 那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了 哇 太好了 今天晚上我真的是谢谢你的分享 你从一个说你从小 有这样一个障碍 到你学习有自信 又突破了 然后到你去教 教人帮助人 到你可以用声音 用你的歌声来去感动人 到今天你这样子很稳地分享 因为观众肯定你不知道 他是说英文教育的 我请他的时候 他说杨光可以吗 I speak English I don't know how to use Mandarin 但是你今天讲得很好 而且很稳 是吗 是真的 我真的要给你讲 而且呢 真的 你真的像你说的 你里面有这个信仰 上帝真的很爱你 而且我看到你 你很帅 你很壮 而且呢 你有太太 有家庭 你看多完美 完全是不像你刚才说的 有那样的一个缺陷 所以我现在懂了 你的图案的后面 那个十字架 是给你这么大的一个power 你要说什么 我是觉得 Matthew 因为你有过前面 之前的那些经历 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 你会胜过很多老师说的 几十句 几百句话 因为你的那个 是有力的一个鼓舞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学生 看到了你的经历了之后 他们会对自己比较自信了 觉得自己还是有盼望的 因为有老师的那个 真人 在他们的面前 其实我每次告诉我的学生 我还是不赚的进步 因为我的确实障碍 是医生要挣扎的 不是一刹那间就消失 没问题了 所以直到现在 我还是挣扎着 我可以用功进步 可是每天 我有个提醒 你多么用功的时候 也是有限制的 很多东西是做不到 你是需要帮忙的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 每天的提醒我 必须要谦虚 多靠上帝 要记得以前所学的东西 不要忘恩负义 要应随四眼 非常棒 其实我们老人的一生 在很多的阶段里面 我们一直在等待 很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努力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投入的那个努力辛劳 没有马上看到回报 但是等待 一定会有收获 这个是我们要坚持相信的 就像台湾有一群的合唱者 他们也做了一首歌 叫做《等待者的赞美》 在这里 Matthew 我也是要送给你一句话 我在Facebook看到的 是我的教会的牧师登的 他说 他也看到这句话 挺有意思 他说 愿所有 愿所有的平安都伟大 愿所有的勇敢都开花 所以我们要祝福你 你的勇敢 你会看明天会更好 好不好 祝福你 上帝爱你 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才亮星所介绍的那首歌 是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在等待中 不放弃赞美 天院合唱团 经文摘编是高玉扬 做词做曲也是高玉扬 连主唱就好像 Matthew你自己做词做曲 然后歌唱 看看台湾的高玉扬 和黄念恩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 《等待者的赞美》 《等待者的赞美》